关心南海争端的朋友都知道 6月15号 我们国家的海警新规开始生效 对中国政府认定的海域 海警有更明确的执法权 外国的机构 外国的个人 如果违反我们的相关法律 我们海警可以执法 可以扣留人 扣留船 长达60天 这个规定 当然菲律宾美国是很紧张的 但是他们不接受 菲律宾就组织了 有意识来冲撞我们的法律 具体表现 就是6月17号 菲律宾的几个 它的海警船 就到了仁爱礁附近 好像是六条船 想闯我们的执法船只 当然我们这边的信息是很有限 我现在能看到的是菲律宾方面的 菲律宾报道 昨天实际上是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他的船上面的人都是军人 他就真带着武器 而且拿着武器对着我们 而且应该就是他的特警 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我们按照非方的说法 就是我方的特警人员迅速就把他的八支枪给缴械了 又发生了一定冲撞 冲撞当中他那边是有人受伤的 应该讲述技术上讲的吃了一点亏 这个是一个事态 最新事态就是这样 那么海警新规出来以后 一段时间我想还是会遇到一些阻力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美国不同意 菲律宾是美国掌控的 他也不同意 所以美国会用菲律宾落点事 所以下面一段时间 我估计中非之间 在几个争议岛屿 这种冲突还可能出现 人海交已经有冲突了 然后最近他不是又落事吗 他又弄了一条破剑 跑到那个鲜冰胶去了 因为对我们控制了黄远岛 他也不断冲撞 所以可能我们有关部门得做好准备 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角度 推出了海警新规 而菲律宾不接受 他后面那个老板 美国更不接受 所以一定会有一段时间的摩擦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想我们的执法部门 就得拿出足够的资源力量 执行这个法 既然法律推出来 那必须得执行 法律要么不说 说了执行不了 那不是那个很伤那个信誉的 对不对 所以下面呢 我们执法力量 应该讲面临的压力很大 但不管压力怎么大 我们得挺住啊 全国人民呢 要给咱们那个海警 给予那个理解 给予支持 希望他们能有效地 捍卫我们的信归 因为中国人做事 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我相信为了执行这个呢 肯定也是投入很大的力量 除了执法部门 我相信海军也是在后面 那民间就是渔民也是配合的 所以我们肯定是配置了相当强的力量 我个人当然希望就是说最好 维护我们的这个新规 它的严肃性 法律性的过程中 尽量这个做到 我们不要有损失 这个因为这个冲撞 现在看来是非常激烈的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菲律宾来的是军人 而且就是拿了枪啊 大火力那个冲锋枪啊 那么昨天当然我们这边处理的不错 是吧 我们特产代言上去 一会儿就给他脚了 都不排除 他排除更多的人 那些人要不冷静呢 他就可能流血冲 所以我只能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 推出新规 自信新规 而反过来那一边 菲律宾及后面的老板美国 一定不干 所以那个某种对峙吧 肯定是要发生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 这个做好充分的准备吧 在这个对抗当中 这个获得胜利 从而维护我们的利益